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功起身时进步后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旺马的球员就做影帝了 所以长相高有20多个影帝 当然相当精彩了 也说回一点点 为什么题目叫做如果命运能选择呢 就是因为有时命水的事就真的很难说 譬如昨天那场球 说真的 PSG六次撞柱撞美 都进不了一球球 反而多蒙特一夜就搞定了它 结果多蒙特一决赛 这场球除了拜仁也是悲剧中的主角 又是反输 而比之外 其实也挺有趣的 因为拜仁入了1比0之后 其实很快 王马就已经追回1比1 但是那球球就炸糊 为什么呢 不知哪个 好像是浩西努 不知哪个 总之是打到 Kimmich的臉 Kimmich当然应声倒地 这是影帝级的表现 结果就说他犯规 所以王马已经赢了一球炸糊 大家都知道王马一向 在欧联都有些优惠 不知为什么 命运或者球证 硬硬是在他那边 我不知道为什么 咦 这次改变 王马竟然拿不到 这个入球1比1 但谁知道 之后王马就追回 1比1 接着之后就再赢了2比1 咦 咦 来了了 因为为什么呢 王马入2比1的球 其实初初就出了越位 但是说真的 即场的时候 我都看到这球球应该没有越位 因为球球就前过球员 结果 真是看VAR 就真是 没有越位 赢2比1 但是说到最后 原来王马也是有些优惠的 为什么呢 去到最后 拜仁又有回球 原本 我还以为 咦 有家事看 谁知道 那球球又很有趣 因为 那球一调到前线的时候 其实 拜仁的球员有没有越位 真是很斟酌 正路来说 现在有VAR 应该等那场 继续进行 停了才看VAR 谁知道 那球最终是入了 因为一顶回来之后 就再转转 就 叫做 入了球的 但是那球球为什么没有VAR呢 就是因为 都未 入球之前 球证已经听了 旁证举棋的指示 就吹了越位 所以这件事情 是绝对有关系的 为什么呢 因为 如果正常来说 球队入了 就看看VAR有没有越位 如果VAR看了 是有越位的 心甘命体 是不是拜仁都 但是 VAR都未看 就吹了 接着拜仁的迪烈智 你猜不到迪烈智 杜曹学了我们弄 我们把老麦上去 做前锋 他把迪烈智上去做前锋 真的入了球 但是就不计算了 所以呢 原来说到最尾 关键时刻 我不知道是欧联 还是天 还是球阵 都是多多少少照顾了皇马 这件事真是解释不了 结果 王马赢2-1 不过 有一件事差点漏了 就是什么呢 这场球 真是叫做老猫消数 因为 1-1 输回那球 竟然是 柳亚 谭皮扒 浩西努 快脚射入 结果 借回来的 前锋 浩西努 就入了两球 令到皇马 2-1 出线 所以 很有趣 但是 这场球 未来的 决赛 我都敢说 大家都知道 皇马 通常入到决赛 原来第15次入到决赛 皇马 通常都搞定 这是 一般来说 命运使然 但是 这个 这个 多蒙特有没有机会呢 第一 纪念性很大 因为他们的 现在还是不是队长 我不知道 总之之前做过队长的来斯 就是代表多蒙特的最后一场球 因为他决定离开 这个会不会因为这样 激励了队友的士气 令到他们打得特别出色呢 有没有机会赢呢 这是第一个可能性 第二个可能性就是 为什么这场球是 5-5球呢 从命运的角度来看 5-5球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刚才所说 在皇马方面 入决赛 都多数赢的 但是多蒙特呢 就有个优势 在命运的方面 为什么呢 很多时候 我们见过不少的比赛 就是说 有一队 打生打死 即是说皇马 又赢曼城 又赢拜仁 非常难踢的 但入到决赛 往往就 失败 输给那一队 很死意入到决赛 那当然 有个可能性 关系 就是什么呢 体能上高 因为你都消耗了很多 打这么多强队 尤其是在世界杯 或者欧洲国家杯 欧洲国家杯 是特别明显的 但是在欧联的赛事 这个元素 相对来说 就淡化了 因为纯粹在体能方面 就真的影响不大 因为说到 去到6月1号 先踢的一场决赛 所以呢 说到最后 看个小 今季的欧联 都是皇马 但是另外一件事 更加重要 对于我们的曼联来说 就是什么呢 之前就传 坦克 拜仁有兴趣找他 但Fabricio Romano 已经做了超过两条片 加上完 Stand 也是这么说 坦克现在是专注 英超 以及最重要 捉重杯决赛 究竟 可不可以做到事呢 就真的要看了 但是 所以 和拜仁 就没有找过坦克 拜仁只不过 不停找不同的领队 研究着找谁 就未做决定的 这个大家记住了 但相反 真的 尤其是决赛 都进不了 这个欧联 杜曹就一定走的了 杜曹也都不介意 公开地不介意 我很想回英超 亦都没有欧洲赛的曼联 都不介意 Fabricio Romano说的 那么 会不会是曼联和拜仁 互换领队呢 跟大家评论一下这个可能性 大家也欢迎留言说一下 你们觉得的可能性是怎样的 老实说 拜仁 要坦克 一点都不奇 交过二队 是不是 又是那些 因为拜仁和阿迪斯有个相似的地方 就是说他们的清分 做得不错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他们上高班老板说了事 你只是做教组 拜人拜人那些不关你事的 不好意思 其实一定程度上是帮到坦克的 所以呢 你说坦克 适合拜人多些呢 在现在这一刻 其实是事实 相反 杜曼联和曼联又合不合适呢 说真的 你问我 我认识杜曼联是不深的 这个领队 但是以我理解 杜曼联最好就是踢 杜曼大赛 因为他那时 一下子就去到 车仔 拿了欧联决赛 冠军就真的很特别 但是他踢联赛 就不一样 你今年带着拜仁 都可以失落联赛 当然 他就会赖哈利加尼 我觉得 哈利加尼 他的黑气 经常带到去拜仁 不知几年以来 就没拿 没有任何冠军 真的没话可说 但是当然 我觉得哈利加尼 都不是一个重要元素 杜曼联才是重要元素 为什么呢 他都是那些 他有点像干地 那个督促式 或者那个紧逼 对球员要求很高 压到球员很紧 所以 在杯赛 他比较适合 但是联赛真的不行 所以曼联出链 老实听 除非真是赢了曼城 拿捉重杯 就有欧霸踢 如果不是 曼联也有几大机会 没有欧债台踢 如果没有欧债台踢 只是踢过联赛 联赛和捉重杯 联赛杯 是不是杜曼联才能发挥得最好呢 这个真是很大的问号 第二 杜曼是人都知道的 他不会一直耐 他两个人就跟高层吵架了 所以 长远来当然不是一个好选择 但是 如果 如果 坦克真是决定要离开曼联 杜曹 是一个暂代性的领队 我就不反对 但是一定要有了杜曹 都要继续去找一下 怎会是一个长远的领队 那也是那句 虽然说了以上那么多 但是我的看法是没有变的 我仍然觉得 坦克 在下季开罗 还会在曼联做领队 就是说他今年 就不会被炒的 这个是我的看法 其实一直都没有变过 但是都是那句 有些朋友就以为 我觉得要炒坦克 其实我就没有想过 因为 从客观来看 站了那个管理的立场 我已经解释了很多次 就不再重复 仍然没有变 OK 另外最后一句 想跟大家讲讲的 就是什么呢 我看到昨天有位巴佑 就说你又不是巴佑 不要这么说话 这个就 其实不是 正确的事件 为什么呢 其实无论你是巴佑也好 不是也好 路过也好 什么都好 都欢迎你留言 讲下我们评论的题目 但是 我最着紧的是什么呢 一些 不是事实的事情 就请大家 不要乱讲 正如我昨天所说 有些朋友 新来的 根本不知道大巴 做这么久的节目 讲过什么 我不怪他们 但是 昨天 我讲的那个人 他的名字 已经出现了很多次 不停地讲一些 并非事实的事情 这件事情 我就 我不贊成 或者也都要 要铲除 就是这样 但是如果你那些不同的意见 不过大家都是评论那件事的话 是 绝对没问题 你是巴佑也好 路过也好 什么人都可以 只不过 你不可以说一些 不是事实的事 是这样 拜拜 看到这里 你赞了 条片了吗 还要记得留言 和 介绍 给人看 大家 和大巴 叔叔一起 加油 多谢 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